大家好,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盆茉莉花出现了一些干枯的枝条 为了彻底的把一些病害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就给它托盆处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上盆 上盆之前准备好的土壤有核沙、泥碳土、珍珠盐 因为茉莉花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只要疏松透气、沥水、肥沃就可以了 那么使用这三种材料给它配比的土壤 刚刚好合适 为了增加土壤里面的养分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点农家肥像这种养分 养分的肥力温和肥效持久 而且它是经过风干腐熟好的 看上这些干养分的作为底肥或者是鸡肥 是比较适宜的 不会伤根也不会烧苗 直接给它倒入就可以了 再继续给它换泡 加入养分的量就是给它加入了10%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上盆了 上盆的时候底部我们就要给它加入一点桃栗 作为沥水层 因为把茉莉花放在室外养护的话 只要这个盆土里面的沥水性好 透气性好才能让根性生长得好 再给它上三公分的土壤 然后再给它加入底肥 底肥的话一般我都是给它使用这种芝麻饼肥 这种芝麻饼肥所含的大尼甲严肃丰肃丰富 而且呢 让两公分的土壤把它覆盖住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极株放下去 放在花盆正中间 往两边回填土壤就可以了 再给它拍打盆地 这样呢更是以土壤更加贴合 接下来呢就是后期的养护 我们先把它放在阴凉有闪色光的环境养护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呢 给它照射充足的光照 这样呢才能有利于它冒出的心芽更加快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茉莉花上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